好的,大家好,我是小风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刀塔自走期的官方版本 刀塔八夜 没错,自走期我们应该是在几个月前玩了很多很多遍 然后威慑也是这边也是直接出了官方的正式版 就已经不是游浪版本了 然后本身来说这个游戏也是最近处于内部开发阶段 游戏玩法非常好玩 而且最主要是它可以上手机端 也就是说手机端和PT端是可以联动的 好了,那这里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看一下 这个版本和之前版本有什么区别吧 首先感觉这个游戏搜索玩家好快啊 就是秒进,之前那个版本每次等好久 好了,那正式开始啊 第一回合,游戏的基本玩法和之前的刀塔自走期几乎是一目一样的 然后人物技能方面也差不多 然后先看一下第一步,我先吹一个蓝胖吧 好,然后左边是 左边依旧是六个人 然后这里的话,看一下阵容方面啊 第一步,还有颗直言一样 蓝胖在一星当中单卡应该是比较强烈的存在意 然后它的技能是血侵 之前是食人魔,就是加10%的血 血侵的话是同种类类型的死之后的另一种类型伤害翻倍 这个在后期有可能会成为翻盘的关键 之前就只是肉 但现在的话相当于有输出 OK,特别是加了嗜血之后 伤害应该也很强 我觉得蓝胖应该也是个未未发掘的输出点啊感觉 好,而且就是说每核胜利之后都会有物品 大剑精密之靴火力球 拿火力球吧,增加血量 好,就是这个版本 DOTA8也就是说你前三回合 就是中立生物怪的话 不像之前是会随机掉落物品 这个是只要打都会有 必定会拿到一个新的物品 小黑 血魔 血魔属于刺客类型 刺客和人类 血魔应该是人类 你在剁吗 小小是太古 这几个是没啥区别的 然后海明是野人 应该是一样的 再出个海明吧 初期进展应该会更强一些 好 小黑加蓝胖 前三轮的话 基本上不会存在一个打不过野怪的情况 就相当于前三轮必定是会获得一些物品的 好,先打掉 怪我和之前已经一幕一样了 几乎就是之前刀塔自走机的遗址版本 然后最近也是上steam 然后手机版安卓网已经有了 苹果端应该正在审核也很快 而且可以和手机来互联 你看右边 左边的人物 就是最后两格 左边有两个手机标是代表他 等等 不朽之守护 增见无法值 侵略者 凶侦 大剑 拿一个那个啥吧 虚无宝石吧 好,第三回合 你就开始刷人 无区 海明 那这样瞬间二星海明 寿王倒是也是可以拿的 海明先放在这里 寿王实际上 可以和小黑形成 猎人关系 然后二星海明基本扛在这里的话 前几回合应该问题不大 我这样吧 我把蓝胖卖了 出寿王 然后这一波出一个战猎结果 就是战士加猎人 也是这个版本比较强势的 前排一些精英的战士 顶在前面 后排猎人输出非常的高 第三轮 基本上前三轮看一下 前三轮能拿到什么样的道具 如果能拿到战士或者猎人的巴士 双猎人双兽王 兽王属于野兽加猎人形态 相当于是一个比较肉的前排 而且野性飞幅的话 伤害也会很高 和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和自走西方是一模一样 这样吧 把这个宝石给兽王让他出飞幅 然后肉的话让海明顶住 第三波加子手套 一线失望 有钱人的反导中立回合额外的物品选择 和输到战斗时获得一金钱 这个也不错啊 就是不管输货而赢 都会额外拿到一块钱 前期猎人可能会稍微弱势一点 I'm ready 小黑拿一个 然后鱼人拿一个 这样 腐王再拿一个 现在其实也可以组三羁绊 就是把腐王和鱼人上上去 组成三战士前提护甲损枪 打到是打得过的 这里还可以说话 精彩吗 就不知道能不能手动拿子 现在是测试吧 后续应该也会增加很多新的英雄 和更多的卡牌等等 现在因为这里有一个两星的海明 所以对面基本上是打不够的 因为基本上很难有人在前头和合 这些出两星 还是个战士 如果我在组成三战士羁绊的话 前十轮应该都不会输的 这里先看着 我觉得射手输出更高一些 如果能第四回合 如果能再来个射手 风行什么的话 三射手相当于也还行 狼人 腐王 血魔 狼人也不错 狼人和 我瞅眼前四个人把射王线下来 上个狼人 上个鱼人 或者上个上鱼人吧 鱼人比腐王厉害一些 这样三人组成三战士羁绊 狼人让他这个法律制给他 让他召唤狼 他变身为狼 增加最大生命值和移速 并且有几率暴击 同时的话还会召唤两只头狼 所以狼人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战士单卡 对面是 这啥 骑士法师混搭 也是个二蜷海民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打不够 狼人 狼人没有招呼让猪狼 这把 我怎么觉得这把可能会输 不急 我的海民 主要我的二蜷海民很重 还行还可以 OK打掉 因为这边 鱼人给上个剪甲 所以基本上海民一巴掌 这个威就死了 好 威首输二 对这生命 已经是五连胜了 然后把狼人的位置换一下 狼人不能让他先死 它是攻击获得百分之百的魔法值 让他尽快验身 赏金发条发条小鹿和死骑 骑士和德鲁伊亚 没有什么可以拿的 咱摸钱吧 哎呦 痛痛痛 可以留言 就是给大家都可以看到 手下留情 输出方面 这边可以看输出 可以看 因为有双野人buff 就是海民和狼人做生野人buff 有军攻击加百分之十 他两个都是野人 然后三战士 相当于双野人 三战士两个羁绊 三战士是所有英雄护甲加 就是群体加十点护甲也很强 哎呦 小鹿被切了 对面是双德鲁伊啊 两个两星 这波可能要输 狼人把狼抓出来了 看看小狼 看小狼输出 小狼输出还是很强的 哎呦我去 被打掉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波主要对面是德鲁伊 德鲁伊是可以快速升级 就是让 德鲁伊是两个德鲁伊上场周呢 其中有一个德鲁伊 直接升两星 瞬间升星 这波输了 嗯 赶快 当然不及 前期 即便战士会输 应该也不会丢太多钱 战士属于前期比较强力的 屠夫怕急 他属于无情就是 呃 亡灵 亡灵加战士三位 把狼人卖掉 出屠夫 这样和小黑组成双无情 双亡灵 让对方群体减甲 这边现在就是三个buff 呃 双野兽 增加群体增加10%的攻击力 然后双亡灵 呃 对方群体减5点护甲 以及三战士 我方战士加10点护甲 基本上四个就组成三机绊 这样就很强了 术士是两个就可以获得 死的吸血 但是我觉得 前期吸血效果不好 这样虽然对面是五个 我是四个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达得过的 哎 这个雪魔 雪魔是只要杀人之后 就会回血 而且杀人之后攻击会增加 所以赶快把血池给秒掉 狼人把狼招出来 水狼招出来 应该能打 我觉得应该能打 可以 毕竟三战士啊 群体很肉 血量很多 而且狼人变身之后攻击力很高 OK 这三机绊群体 对方减甲 我方加甲甲攻击力 这三机绊其实在前期很强势的 而且如果我后面几个人能升到 比如说屠夫或者狼人升到两星 或者小黑升到两星的话 输出会更高 汉将这个其实一般 我觉得 斧王和兽王这两个机绊一般 兽王先拿一步 东纳骑士 剑圣主宰是战士 战士的话我觉得没有海民好用 天球守望者属于泰国 一二三千 前期 这游戏实际上也是需要运营的 我现在19块钱 我应该卖一个东西 把它卖到20 等地帮我看吧 不行把他腐王买掉 好 无形 整体属性 因为这个游戏其实我玩的不多 最近出的时候只是偶尔玩一玩 然后偶尔直播的时候会玩 然后可以稍微看一下 但是感觉上应该还不错 OK把对方狼人秒了 对方狼人没变出身 然后我方狼人应该可以变身了 OK变身 那这波应该 对面有个两极的术室 哇去给海民加血 这个有点恶性吗 完了 打不赢 对面对面 五个五人口 而且还 五人口 而且三个两行 我这里虽然羁绊很强 但是没有花钱 全身口前期掉点钱没事 前期输几波没事 主要攒经济 第九回合 十回合这回合太发力 我喜欢这个游戏后继 海民小小兵女 难受 海民可以再出一个 然后 兽王可以上上来 顶住 然后守一波挑黑 先出两个人 第九回合 等到我们现在是升到五级 对面已经开始升六了 活不及 前期还是玩 把钱攒 运营好再说 看对面是六个人 但是六个人不一定会打大波 他是两星 小黑两星 蛮胖 不好说啊这局 看一波 屠夫 技能是勾的 把电魂勾到我方人群中 哎呦 哎呦 我怎么感觉好像 雨露均沾的感觉 没人都残血 咱们拿掉 可以 狼招出来了 输出 打不过 还行 前期掉起 前期即便输 而且我之前有个buff 就是即便输也会增加金钱 所以其实输无所谓的 连败其实 钱甚至比连胜还多一些 就只要输一波 必定会加一块钱 好 十回合之后 我开始发力 呃 因为我前期经济运 我现在25块钱 左边看的话 我是全场经济最高的 出过那个70D写那边 哦 这么来拍的吗 光法 走法式路线吗 但是我们 哎 难受啊 光法是一个四星级卡牌 不拿的话有点亏 海明就两千过了 先把光法拿了吧 看有机会 猎人主要是小黑不来 然后瘦王不来 也没有其他射手 我如果猎人后期不行的话 可以因为有光法 可以走战士法式路 也是可以的 如果出光法 出电火 那先拿上 三块钱 这波中立回合 先顶一波 看主要看有啥 有啥装备 如果能拿到一些 比较好的装备的话 也是跟 也是有时候也是根据装备 走上来的 装备或者buff 到他八叶比 自走起好一点 就是说他除过装备之外 可以获得一些buff 比如刚刚那个 输掉获得一块钱 比如说 什么猎人增加伤害啊 战士无敌啊 等等 都是有一些buff可以拿的 这波的答案看一下 奥术鞋 密法鞋 回栏 生命值 加血加攻击 刃甲是增加30%的 反弹伤害 奥术鞋是原来回栏的 刃甲是反弹 刃甲吧 拿刃甲然后给突破 他是可以别人打扰 别人也会掉血 38块钱 第11回合 再运营一下 先运营一下 我的血量八 说白了只掉了15滴血 还可以接手 兽王 刷一下 二军兽王开启 有火枪了 火枪的话 那就升6 再咱俩回合升6 然后三战三裂 后排是小黑火枪 前排是三个战士 加一个兽王 还可以就这样打吧 好 OK 把血膜干掉 然后把敌发干掉 OK 行 这波前排 因为两斤兽王 又相对来说 比较肉了 而且狼人招出狼之后 兽王炫风飞 斧头上还也很高 我的小黑呢 还行 这就是无限连败 根据我那个buff 是加签的buff 每回合 即便失败也有钱 还不错 机你太美 什么鬼名字 第十二回合 然后看看 这个经济 我 有狼人 刃甲还是给兽王 然后把屠夫丢过来 因为屠夫一星级 太弱了 狼人再出一个 38块钱 然后我刷一波吧 小黑 OK 两星小黑 行 这波输出应该可以了 我依旧是五人口 五人口打六人口 还是可以打的 每回合只要 不是输太多 掉太多血 即便输这么多 我现在还82滴血 实际上只掉了18 感觉还行 这个游戏 翻盘前期 虽然一直满血 虽然很厉害 但是 如果阵型差的话 后期很容易被翻 后期被入一波 有可能掉几十滴血 都有可能 因为后期有一些buff 会伤害增加 前期我只要掉的血不多 对面是个吸血对吧 小小一弹 完了 还向身权有没有 可以 OK 秒一个 我觉得好像有机会 不是小小射死了 我去这个加血 是不是 死之前给对方小小放了个加血 打不过 但是实际上也就掉了两滴血而已 对面只有个一星的小小 只掉两滴血 还可以接受 我这边连败 连败也是有更多金钱增加的 相当于和第一名连胜一样 我现在经济已经是 看到没有 连败和利息加一 加来自物品 十块钱 好 这波应该是可以升 升六 升六之后出一个火象 好 组成三射手 现在就是四个群伴 双野兽 双亡灵 三战士 三射手 然后四十块钱刚刚合适 光法先留着 有可能后期可以走战猎法 就是三战士 三猎人 三法师 因为感觉六猎人和六战士 实际上不是很强 但是如果再增加三法师的话 会更强一些 对面是龙 对面是三龙骑士 二龙骑士 船长 还好是一个一星船长 对小不多 后排火箱的输出实际上很高的 狙击 好 我说过一旦三猎人成型之后 输出会提升一个档次 而且我现在是六人口 很难会输 当然第一名那个是一百血的 我回头要入他一步 我八十里血排第三 主要是我的经济很高 我经济 第一名 第一名看到没有 他输了 第一名他二十七块钱 我已经有四十一块钱了 我的经济很高 最后一名虽然五十一块钱 但是他的血太少 利息 胜利和经济钱 十块钱 末日 末日也可以拿一波 末日拿上的话 回头 只是个一星一末日 富王 老人 老人先升到二 富王的话 要不要升二星呢 冰尼拿一个吧 我就不要富王了 把末日上去 好都不要了 因为末日属于四星紫卡 后期的话 海绵实际上后期很弱 上末日 虽然这样 就是少了一个野兽 但是 我觉得还行 毕竟末日的话 大招啥都很强 末日攻击率非常的高 一星末日 绝对是强于两天的海绵的 看到没有 打印 末日本身来说属于恶魔 输出很高 有50%的神城伤害 然后再加上 他本身属于单卡紫卡 血量刚出来就已经大概1000多 海绵 输出他的末日大招是 群体沉默加伤害吗 就是单体沉默 就是末日很强 对面也有个走战士流的 我现在二星狼人也很强 利息增加 好 现在50块钱了 经济到头 术士无一小黑 火枪 有没有火枪之类可以拿的 小黑暂时不升三了 我觉得小黑升三 小黑升二 一块组buff 后面的话猎人再来 后面也有可能走六猎 比如说有丹达加和 呃 潮汐之后也可以 看无情恶魔猎人 这波是第15回合 打野怪 看一下野怪有啥buff 对付 哇去 这个 这狼的杀还挺多的 但是我后排猎人挡住还可以 前排后排猎人和战士挡住 好 狼人召唤这两只二星小狼 这是很强 狼人如果这个版本能升三的话 真的是太强了 人族回头再上一个 上一个光法 双人族可以让对方沉默 野兽现在也差一个 野兽后期 加10%的群体伤害 其实怎么说呢 后期还有其他野兽可以加 刃甲活力之球加七月之凶针 联手突袭巨魔的buff 向周围单位一个提供加二手的速度 挑战头巾 加魔法回忍还是挑战吧 因为前两个作用不大 挑战给 给末日 然后这个球给屠夫 屠夫本身就很瘦 然后末日可能 末日本身那是1050的血 屠夫再拿一个 好火枪拿一个 还可以 这波经济还不错 生活人口 暂时没输 血量 82的血 我现在排名第二还可以 屠夫本 可能一星屠夫1250的血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高 跟 热钩是可以把对方直接勾过来 而且本身 它是一个亡灵单位 和小黑能组成buff 点在前面 对 好 对这第三名 又是这个德鲁伊 双星德鲁伊很烦 但是德鲁伊前期很强 但是后期 打到现在 他就不一定打得够了 看到没有 他就狠菜 被我疯狂带入 狙 一枪狙死 看到没有 德鲁伊前期很强势 但是一定要根据 前期强势的时候 保持连上来扩大优势 后期转精英 如果前期 前时很强的话 如果不尽快扔人口 不尽快出的话 不尽快换扔人口 很快会出 好第二名 第一名口只差了8块钱 OK 利息连胜增加 每一次能增加12块钱很多 兽王 兽王能生3 我先拿上 然后还有60 这边直接生气 OK 50块钱生气 然后再上一个 上个冰女吧 和狼人组织双人类 攻击时让对方沉默 而且冰女会回蓝 这边的话 末日狼人 火枪屠夫 兽王 其实都挺缺蓝的 OK 对面是 这么多良心 他冰女给我放 不断回蓝 然后修复够 把对面的小黑肠 直接勾过来 把对面后排 直接勾到脸上 但是我方好像 前排不够弱 火枪和 我去 哎 差一点点 格格乌老师 这第三名 我没打过第三名 但是只是掉了3D血 还是可以接受 行 冰女这边 每回合回8点蓝 感觉有点弱 能但出一个猎人就好了 出个风行之类的 把冰女换掉 4射手 射手是攻击时 3射手 击半时攻击时 有20%的几率 会连续攻击两下 相当于出暴击的感觉 气象人口 气象人口 应该现在 紫卡会比较多 能不能生个二星末日 或者出个龙旗什么的 然后走法师的话 冰女看 三战三列三法 先留着 法师先留着 如果对方 后排比较多的话 我这边可以通过法师来打 如果对方刺客的话 就算 哎 火枪 OK 两星火枪拿上 还可以 58块钱 再刷一波 OK 两星屠夫拿上 射王又有一个 可以 这两波刷的还是比较好的 好的 现在群体两星 这波输出很高 火箱和屠夫两星 前排也拨拨 后排输出也会增加 如果再遇到刚才第三名的话 他根本打过我 这边船长 加二星混沌 加龙旗 这个旗是龙结构 哎我去 被秒了 哎 哎 这火枪 火枪打假赛 一直在举 鞠掉一个 还行 我方前排还是够肉 前排这几个战士 真的是够肉 好 莫尔林此前给个打 nice 可以 主要是后排 中了无浴的 轩晕和中了船长的船 但是后排没被秒 这样就很强 我这样吧 把任 这个给 弗王和任甲给屠夫 我觉得屠夫更肉一些 他真的是太肉了 两星屠夫太肉了 洗量的太多 而且任甲的话 洗量越多 对方受的伤害也高 毕竟反弹伤害嘛 63块钱 剩人口 剩上两个人口 第一名 据我其实只相距了 五滴血 我 当然第一名升到八了 但是第一名 看第一名的经济 只有12块钱 然后第二第三 后面第一名 其实很弱的 他没有 整个经济 八星 其实相当于八星一波了 我这里其实有经济 还可以 没手术 第三名了 第三名也是个战士 第三名是个六战 就看三战力还是六战力 但是我明显感觉到 我的猎人的伤害更高一些 对面被我秒光了 虽然对面更肉一些 但是我方 三个猎人的输出更高 OK可以 然后 依旧保持到第二 问题不大 这一波还是有很大几率 就可以吃鸡的 虽然前几轮输了几步 但是 由于有那个输的 就会加钱的buff嘛 所以其实输一输也还可以 火枪 我还记得二星期一百九十五点 闪闪西郎真的好地 只有九百地鞋 G可以造成两天的伤害 对面有两个人走七十六 好 寿王 好 已经两个两星寿王了 我觉得寿王可以温三 然后有一个 好 两个两星寿王吧 有个电魂要不要走三法师 哇 两尾独杀 那是可以 火枪 我先看一下 这波是对熊 哎呦 熊越难翻 打完看一下 看到没 火枪是不是三百多的一些 能打三百多的 就点伤害是很强的 OK 攻击不大 竹竹顶在前面 然后主要是出技能上钩 然后火枪卖掉了 攒够五十二块钱 火枪剩三有点 有点 有点远 我去 刺客流的buff 智王 然后冰眼 冰眼 我觉得冰眼给大家 是不是会更强一些 这火枪先试一下 这里 暂时不需要受控制 我觉得前排 双寿王比 两星寿王比 一星的那家强一些 一星那家放不出技能 后面的话 把冰眼给那家 OK 再生两个人口 生到八人口之后 上那家 这波打完 八人口上那家 这样前排一勾之后 后排输出会 更加提升新一个档次 就看那家能不能 再出一个了 输两星级那家 这样他能顶得住 然后给个冰眼 群体减速 这边骑士龙 哇 已经三星级的 小歪了吗 还好是个一星赌龙 还是一个一星龙骑 好 狙死 火箭这个冰眼 还是很强的 冰眼疯狂的 对方输出 然后刺客把我方 后排切了 但是我方前排 因为有两个兽王 还是很强的 对龙骑 打得过吧 哎 末日 末日交给你了 nice 不可以恶魔 虽然是个一星级末日 但是对抗变龙的龙骑就不虚 虽然他这个骑士 有骑士的buff 好连胜12块钱 这波直接胜8 然后狼人有谁 小黑狼人拿上吧 然后这边我还是把冰眼给 给小黑吧 没啥前期太弱 一星级很容易死 小黑主要是火箱这边老是发狙击 有出狙击之后他就不会攻击了 实际上冰眼需要持续的输出 持续的攻击才行 这波输出其实在小黑火箱身上 好 nice 石化凝视 然后分裂剑 这个分裂剑能分冰眼吗 我下一波我把分裂剑给美游刹试试 把冰眼给美游刹试试 冰眼这个攻击特效太帅气了 还行 我感觉我这波只要稳下来 稳到后期 稳到后期只要不出太大问题 应该是有很大几率可以吃鸡的 这波 这种方面都还行 然后基本上想要的都按我的来 现在55块钱 然后看一下 23回合 12块我现在已经67了 66 好两星美游刹试 这样把屠夫可以往上顶顶 两个兽王顶上去 狼儿也得上去 狼儿 对 停在这里 然后美游刹和小黑可以往上放一些 再刷一波 还能刷一下 这样吧 再生 我现在暂时也没有输 所以不断生人口就可以了 那美游刹往上放一些 OK 分裂剑这个太强了 特别是分裂对方后排一次能打四个人 看到没有 美游刹这个位置可能会被秒就很难受 怎么就直接被秒了 战略太靠前了吗 好 现在是连续五回合连胜 第一其实已经是打不够了 虽然第一应该也是个手机吧 他左边有个手机的标志 然后没有刺客是吧 没有刺客的话 我其实 因为对方没有太多的纯刺客流 所以我的战位比较奔放一些 射手基本上离他们挺远的 OK 13块 这波直接奔久 两个老白虎 不拿 莫儿拿一下 没有坑给上 上白虎一直上了 能再来个末日就好了 光法 兽王 双有几率生三 再走一波 45块钱 这波到时候要不要走法师流啊 一只布莱宾女 这要不然就纯烈人 还行 反正暂时稳得住的话 就先放这 这个船长这个船切后排很烦 潮汐没放出大 那对面出了 这就是前期虽然前期一只输 但是前期经济运营的好 我现在钱很多 而且群体这个羁绊也不错 这样把冰眼直接给给那家 我刚才说过忘了 给大家看一下那家的群体冰眼减速 现在又是第二名 但是第一名实际上 第一名实际上没有我强 第一名打不过我的实际上 直播没遇到而已 而且没有纯客户的就是六刺客 没有那种天客户的刺客 猎人是攻击是有几率射出耳链机 12块钱57 又有个兽王 把光法卖掉了 走那个啥了 走纯 我们就走那个啥吧 走纯战猎 战蛇猎人 然后生九 生九出潮期 再找个猎人之后六猎人 就是三战时六猎人再加一个大肉 扛在前面 这样输出会非常的高 这一回合是野怪 第25回合野怪 这一回应该是打不过我的 猎人攻击是有几率 就是20%几率直接射出两发箭矢 就相当于双妹相当于暴击 看看这波能拿到什么装备或buff吧 美杜莎这个 这个冰眼真的是天生为美杜莎生的 就是加了400的血量 保证他能放出大招 林甲有反伤效果 灰耀BKB 灼烧两名 BKB是魔免 BKB给腐王吧 然后这个给 对给兽王 然后再剩下人口 OK9人口 上个谁啊 9人口没有上的 我应该刚刚应该是不是应该把白红买上 9人口暂时没有第9人口的位置 先上个小黑 有多少输出是多少 虽然一星小黑有点不够看 但是其实也是有输出的 哇这个船 哎 好 十块凝视开启 打不过对面 我这波6 这么多猎人呢 伤害很高的 行 9人口还是要搜一波 首先搜一个 搜一个潮汐之类的 和大家组成双林甲 就是增加我方魔抗 同时来手控 保证我方后排猎人有个足够的输出空间 好我已经第一名了 第二名打不过 不要入了 14块钱 连胜利息等等 嗯 我瞅一眼 末日 2千末日 再来一个兽王就好了 升三千兽王 又是 哇光法 末日已经2千 我就末日升三千的呢 这个阵容 哎 哎呦 傻了 少人口 本来想上双末日 比 比双小黑要强一些 那家这个 你看那家这个群体这个减速真的太强了 哇 怎么对方末日过 那家给了个大 但没事对方还是打不过我 我现在阵容已经很强势了 已经很强 已经很强 OK 然后再看一下这波该怎么打 对面 对面 现在还是等待河河 对面现在还没打得过 不接 我能不能上一个什么潮汐之类的 所有潮汐过来 看一看 整体血量还是很多的 然后猎人是35%几率两次攻击 6600 6600其实一般三猎人就够了 只是增加几率 巫妖 巫妖 他属于无情 属于群体减甲的 要不要拿 拿上吧 然后风行 一行风行 再来一波 先看一下 这里风行火枪小黑 哎 傻了怎么没上人 BG在这思考阵容 哇 对面是德鲁伊 两个三星 哇 我觉得这波打不过 对面这个三星德鲁伊 有点太强了 拿鸭死了 把对面熊打掉 但是 不要打对面的 对面德鲁伊有个德鲁伊buff 就是死亡之后会给几方回血 Llake 不行不行不行 战败战败 哇这波掉的多 这波三星德鲁伊 掉血掉的点多 我傻了我 嗯 这个血量我看啊 现在是第三回合 这一波是打野怪 然后再说一波 狮王 OK 三星级狮狮王 三星老狮王 然后还能再上俩人 我看上哪俩人呢 上个白虎上个风行 这样 对这样形成六猎人 没错 这样六猎人伤害很高 相当于现在 九人口三战六猎 可以 总算是把这些那个 狮王弄掉 三十六猎还有攻击率 有35% 几率直接二次攻击 这波数据很强 来了个潮汐 我去 潮汐的话我可以把风行 或者白虎换一个 然后放上潮汐之后 依旧是六猎 但是还能组成双链甲 但是小黑 小黑我觉得生桑有点难 我前期应该 应该等小黑的 先看这波野怪 打完之后野怪buff是啥 我现在六十八 六六的一起 第一名六十八 便宜一块钱 漩涡攻击连锁闪电 一跃加攻速 拿个雷锤吧 我现在需要是 AV伤害 给加攻速和增加连锁闪电 然后潮汐顶上去 潮汐顶上去能放出大 然后把白虎 或者风行 下白虎 然后他俩 谁先到二 谁先到二 白虎先到二 那就把风行下 OK 二级白虎 然后二级白虎 屠夫 屠夫先买上吧 行这样 后排输出很高现在 来吧 来吧 这样我现在六列人 潮汐顶前 踩出个大 那赢了 那赢了 潮汐这个大 这这招 这手凤子和这手伤害 基本上就赢了 这边这也不要灭 为手术 然后第九名 赢了 白虎是属于无踪类型 嗯 月神之剑使对面眩晕五秒 这个是个单体的控制 其实也不错 风行是属于群体伤害 但是我现在伤害其实是够的 需要控制一个 直升机 拿不拿直升机啊 不要了 因为我现在距离十人口还挺远 暂时九人口狗得住 现在有个三星的狩王 带户药的三星狩王 这个输出很爆炸 毕竟六列人嘛 狩王和潮汐的攻击力也很高 三星狩王这个输出很高的一样 他有机率和攻击两下 两刀 往上对面潮汐踩出 我方潮汐没踩出来 但是月神剑出出来 晕住 但是还是可以赢的 极面对方是二星隆起 但是 五方只要前排顶得住 五方后排这五名射手 只要前排能顶得住 后排五名射手 基本上 伤害爆炸 而且还有个双亡灵 对方简简 潮汐给个盾 感觉不然的话潮汐不够弄 现在就搜 搜一个二星潮汐 基本就可以吃鸡了 电视频掉了 他还重连不上吗 那我这一波完全没有压力 看他连了回来过 好 怕鸡 屠夫有机率升三 就看脸了 因为屠夫属于一星级 到达九级 九级之后 四五二十 直接升十 OK 两个屠夫 好 让前排更肉一些 前排越肉 我方后排越安全 因为这一波 对方没有刺客了 所以不用担心 我方 我方射手被切好 因为我射手站位 不要奔放一些 因为对方都是两边对路的 没有一架是刺客 那就射手站的 哎呦我天 好 我方潮汐 我方潮汐 我方潮汐又没放出打 人家逗我蛮 但是后排输出爆炸 说我只要前排顶得住 后排输出爆炸 OK 现在就只剩下三人了 第二名还没重连 还没重连回来 潮汐这个潮汐一星潮汐太弱了 放不出大就很难受 需要赶快大就行 就是不够漏 已经给他给个球 但是增加250的鞋 但是还是防不出来的 很快越越秒了 搜一波 搜潮汐 搜潮汐搜小黑 白虎升三有点难 再拿上吧 火箱 都拿着吧 反正我觉得 没必要升三 这波基本上已经 板上钉钉了 再拿一个 对面上打我应该比较难过 炸弹人 炸弹放出来了 啊 调戏 我去 我被弱了 他也被我打败了 我俩忽弱 我打他掉的血更多一些 他虽然掉牵 但是他人还是在 还可以打他 等等 我这一波是主要是后排不够肉 战位得往前分散站一些 对对对对 潮汐往后站一些 然后让三星兽王 对 两边各顶 刚才站位不够分散 巫妖 美杜莎 美杜莎看有机率升三面 继续搜吧 好大黑龙 我看这输出 其实我帮兽王有机率攻击两下的 输出其实很高的 OK干掉 看一下这波能拿到什么八博什么钱 来个什么 强力输出 帮呗呗 BKB 洞察野斗 漩涡 添加护盾格挡五百内摩法师 拿漩涡吧 给 因为我是猎人嘛 猎人的话 有漩涡输出越高越强 这个给 这个 然后这个给 老人让他尽快变狼 拿出漩涡伤害也很高 OK再刷 行 猎人拿漩涡之后 群体 两刀漩涡的话 有几率射出连锁闪电 就群体AOE的一百点伤害 这个漩涡打出来之后 伤害还是很高的 主要是个AOE伤害 我现在缺AOE 都是单体 但是单体很强 猎人 相当于是川家猎人 王灵猎 你看 娜家的输出也很高 我去 好 对面船没看到后排那我赢了 潮西林先放个大 对面现在打不够 只要我方潮西放猪大 然后 基本上第一波控一手 然后后排的话 当娜家再打出来 就是群体实话再打出来 基本上就赢了 这样就多控一手 我方后排猎人输出更高 吃一输出就行 OK 第二名已经死了 现在就对阵一个5D写的人 感觉上 虽然这个游戏先出 三战六猎 然后两个屠夫 吃人口 屠夫如果能射到3也还不错 三战六猎 典型猎人 猎人输出率 还双亡灵减甲 你看 这样对方传就只能传到我两个人 但是右边的输出也很高 对面三只龙旗 但是又打不过我 直接秒杀 赢了 看他防 看他挡住我吧 他应该挡不住我 他没有入了19D写 漂亮 你获胜啦 恭喜你把敌人杀得失衡便宜 也同时等级升级 然后有其他的 就是有段位嘛 段位的话会很高 段位越高 就是对水越厉害 这边也相当于是天梯的排名了 好吧 总体来说感觉游戏还不错 后续想玩的话 我应该会在直播当中和大家 连连击 和大家连击来玩 后续就是 因为也是可以组队连击 然后一起来嗨更加好玩一些 行 那今天也有小峰带给大家的 刀塔霸言在这结束了 那我们就是下期待和咯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